柯黎文老师您的第一首成名作是哪一首 因为您的歌太多了 多很多 回来我自己也作曲了很多 这个歌曲呢 叫日夜想念毛主席 日夜想念毛主席 59年我们就来到了北京 完了以后呢就国庆 参加国庆的晚会 第二年国庆年就来了 我来了 完了以后我在那演出 一演出一唱就轰动一世 哎呀 所以当时我觉得运气也很好啊 就是我的运气肯定比你好一点 就是这个歌把我推到北京 解放军总政歌舞 就再没回去吧 就没走 59年就留到北京了 哎呀 哎呀 你看看 太棒了 孩子们当时我就18岁 什么都不懂 一句含义都不会说 还有一个老大爷在开门的 总政歌舞团开门 北京就纯粹是北京人 我跟他学早晨好这么说 那天可能喝多了 一早晨就喝二锅头你知道吗 郭大爷 那个我跟你学一句话 学什么呢 我说 我要学这个早晨好这么说 做好了 做好了 我跟你说 我学我 是 是你的二大爷 他说早上好 在汉语中就是 我是你二大爷 你学会这句话 就这个我是你 交给你是这样的 这样的 我以为是 我是你二大爷 就是早晨好呢 然后呢 然后我就等了 等到领导来 每天呢 我们的丁团长 就东方胡大哥 我总导演 丁丁李 哎呦 我天哪 小屋车 哇 进来了 我正在那车 手里还拿着碗 赶快搁我 然后就 啪 啪 啪 上去 丁团长 我是你二大爷 他说谁叫的 我说郭大爷叫的 好好好 你吃饭 吃饭 你吃饭 我一看我 你像我一边吃饭 一边都不对 不对啊 我是你二大爷 你看他要回我 我是你二大爷 早晨好 早晨好 他应该回嘛 他都回 他没回 我一出来一看 我那书发师 整个演员就在那 击中了 在在看 就能 丁团长在那 K那个老头儿的时候 好不容易 我们从新疆军去调 一个这么年轻的 这么好的干部 你这么叫好 你这么那么骂人 因此呢 我的韩语呀 就这么就 生活上学的 哈哈哈哈 你怎么样 挺可笑吧 太可爱了 太多了 这样的故事